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点视频 陈根逊 沿途有你的时间 迎光学见到 陈根逊 师傅 大家好 师傅 上一集我们讲完一个 网络结华 这集我们也讲了一个 网络结华 因为在前段开 有一些网民 嚴選十大風水斜局 就說他們的設計 或者那個入面 無論是外面的設計 或者是內面的設計 都好像有些問題 精心設計過 是很奇怪的東西來的 事源就是因為 在石澳的龍脊上面 無緣無故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天就搬了龍爪上去 有些人就改了名的鳳爪 然後那些人就即場 那些網民就說 怎麼搞的 你們都說是可以擺出來的 不行不行不行 然後就很多人去投訴 有很多網民發了一些投訴活動 令到當局就是 都頂不順了 就說行了行了行了 我們搬走了 所以就令到有一宗新聞出了 就是十大的嚴選風水斜局 今集我想請教一下你 因為我經常都聽你說 無論是在節目 或者是私人聊天 你都說其實風水 並不是一些迷信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有根有向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你 先說這個第一位 一出來就已經變成第一位 龍爪這件事 其實你又怎麼看呢 龍爪呢 你們給我一些照片 我才知道有這件事 那個地方我也沒有去過 至於那個龍爪的樣子 我看回一些資料 就好像是一棵樹來的大樹 倒塌之後用來做的 一個好像藝術品那樣的 嗯 其實呢 我相信呢 有關的人士呢 在那裡做是一個藝術品的 擠上去的 就不是說有心 好像有些講到 嘩 做風水 破壞風水 破壞龍脊 壓住龍 那樣 可能他根本就沒有這個心 可能當作是藝術品 當然呢 嘩 吵到又很奇怪的樣子 那個龍爪的樣子 真是肉酸一點的 又好像很暴露的 鳳爪那些人 好像鳳爪那樣子 好像鳳爪那樣子 又啡啡的 好像樣子真的有些不好看的 真的不好看的 是 那在那裡呢 他們可能當初沒有想到這些 以為是一些藝術品的制度 是吧 嗯 那都從事預留 他都拆了 是吧 都拆了下來 現在都沒有了 是 嗯 那這個就不是 不是說 那樣子都 走了去風水 怎麼破壞風水 怎麼風水鬥法 就不是這些東西來的 是 那好了 那第二個 我順著次序去講 是吧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這個 心經簡臨 是嗎 那那個圖呢 是不是 很多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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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其實呢 就是說這個 國學大師姚忠兒 經過香港 見到經濟低迷 決心把這個心經物補 陣與港人 直此其福 但是呢 有些網民就發現了 心經簡臨 本身這條路好像已經是一條蛇 這樣 再加上插這麼多東西進去 喂 好像啊 外形都不是這麼好看的 跟何方 好像會不會插著那條龍脈 這樣呢 真是 這個圖呢 我都稍為 看一看過 當然我有沒有去過 不知道到底那個龍脈的起伏是怎樣 嗯 通常呢 龍呢 生龍活虎 是 如果生龍活虎的龍脈 哇 很有氣勢的 你在那裡插這麼多枝 因為它插滿了 是那隻那個呢 插了很多枝 生龍活虎 你釘死那條龍 它想活動都不行 你釘住它 這個呢 其實是 如果你相信風水的 嗯 是不好的 插著那條龍是不好的 是 那你不相信風水當藝術的 那你的看法不同 每個人 嗯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那個龍脈 如果那個氣勢 起伏很紅 很紅 很厲害的 很宏偉的 嗯 那你無端的這麼貴死 多一條柱 釘住 其實就有算那條龍的氣勢 嗯 嗯 OK 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是吧 那好吧 跟著呢 這個呢 就是我們之前都曾經聽過師傅說過的了 中銀大廈 為什麼會說到是一個 就是 那些人覺得它風水邪局呢 那小不免就因為 它是一把刀 是吧 所以呢 就是大家看下去呢 有時候就 雖然設計 就說有些設計 就在這裡 但是好像就不太舒服 這樣 那師傅你又怎麼看呢 那 中銀呢 那風水呢 呢 的大廈呢 我就 在傳統方面 和我的看法來講呢 以方正為主 嗯 方正 你看古代 比如北京的古建築等等 都是方正的 嗯 不會說這樣呢 三尖八角幾十八刀 向四方面便宜 當然它設計時 是不是這樣想呢 就不知道 或者它覺得 是 是 省材料 或者某一方面 但是這個設計裏面呢 當然是 對周邊呢 那個建築呢 都是不好的 嗯 譬如來講呢 我 接觸有一間 背計師行呢 有一個動視坐著 那個位置 剛剛劈住的 是 一進去 已經不妥了 好了 跟它化一化才解決到 是 是 是有殺傷力的 是 還有它裏面呢 因為裏面 裏面我進過去的 是 我以前經常進過去的 入裏面的 是 入裏面呢 初初呢 它裏面呢 就黑暗暗的 是 黑 很暗的 是 好像呢 有些 有些髒東西 是 有些髒東西的感覺 是 嗯 後期現在呢 所以以前來講呢 中銀呢 入了火的 呃 之後呢 按照你們如果去查核呢 以前的老總呢 高級那些呢 都會出事的 是 都有幾個出事的 是 出事呢 就是 上到上面有些官非的東西 嗯 都 跟這個風水無關呢 是 都有些關係的 哦 有些關係在這裡的 那 還有呢 對周邊呢 都有影響的 譬如來講 你 在 以前叫港督府 現在叫禮賓府 是不是 是 之前曾蔭權 又找人做些什麼 擋著這把刀 是吧 嗯 很多 很多 風水的東西出現 是 是 又要用很多方式來擋 是 所以呢 他這個 還有呢 他是玻璃幕牆的 泛光的 是 所以這個對周邊呢 是有殺氣的 嗯 那麼這些呢 也可以當 熟火 嗯 那麼呢 反而呢 他是 對周邊那個 是不是長江大廈 是 他是方正的 是 四隻方方 這個是屬土的 是 火生土呢 反而 抑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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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你生亡了它 是 因為火生土嘛 它又不怕你劈的 是 不怕你劈的 是 那麼 長江大廈是方正的 嗯 沒有啦 匯豐有方正的 是 匯豐呢 它下面通風 是 通了又不好的 是 OK 國金那些是方正的 所以我 怎麼都強調一個大廈的設計呢 應該以方正為主 是 是 三接八角 這個 類 害人的 類人 又不理己 是 是 當然 可能他覺得是藝術 設計 是 這個就 不追究 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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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探討它 明白 好啦 師傅 下一個呢 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 九年興建了 連接香港澳門和珠海 被譽為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 不過有很多網民呢 或者風水師啊 不知道他們找到哪位了 是吧 我們的台比較多些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問過 那 都認為呢 大橋暗藏 風水陣 有些網民呢 就覺得大橋好像兩條長蛇 兩蛇對沖呢 就必有損傷 這個畫面呢 就會破壞香港的風水 和名物感華喔 那一個呢 各有一個人的看法 是吧 嗯 那你表面上證出來 如果 因為遠景拍下去 就好像 真的那條蛇動一下 動一下 是 那那個呢 汽車入口呢 就好像蛇頭那樣的 變了呢 就很多的 所謂 和風水 化了勾 但是設計的人呢 就未必是這樣想的 是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大海的水流 水向呢 流向呢 因為它設計怎麼走法 是要 在這方面它要兼顧的 嗯 嗯 怎麼對沖過來 怎麼射回它 那些 那些 力度 是吧 這個是建築方面 需要的 嗯 嗯 因為它大海裡面 大海茫茫的 嘛 所以就不是說 麻煩 設計出來呢 設計出來呢 都說和風水呢 有關係 是 是 那樣呢 那你就破壞了香港的風水啊 嗯 香港就沒有運行啊 嗯 這些是個人的那個 看法 知道 是找來講的 我覺得是找來講的 是 有沒有運行呢 香港有沒有運行 因為那個做過之後 沒有運行呢 看到香港沒有運行呢 是 荒謬 我覺得 那又或者這麼說 本身橋的東西呢 是很難設計的 是吧 就是橋的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長的啦 嗯 那要是直 要是軟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是像條龍 要是像條蛇 要是像條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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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你怎麼看的 是吧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有時候 學師傅說 不要太迷信了 是吧 好 下一集再請教陳吉遜師傅 好 再見